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喜欢居住的一个退休极家地 这里的气候呢是在全球可能是数一数二或者数三 反正是在这个top list上面的 我现在呢是在阿亿亿的这个马拉库 就是海滨大道应该说是湖滨大道 马拉库这边 这是我第二次来 因为有一些观众要求 追风你一定要做一期节目 给我们看一下阿亿亿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 这么受这个欧美人士的欢迎啊 所以呢我这次呢就在要来这边 好好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小镇的全貌是怎么样 这个Lake Chapala是我身后这一片淡水湖 这是墨西哥境内最大的一片淡水湖了 在这个湖边的有很多的小镇 但是阿亿亿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 我们今天的行程呢 应该是上午在阿亿亿 下午呢我们就去Chapala 我是追风 一个漂在北美的上海人 我在美国做房地产投资 实现财富自由后 现在旅居在墨西哥 如果您也想通过买出租房 靠现金流实现财富自由 提前退休 请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学习美国房产投资 看这个湖滨大道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左右 非常的安静 这片湖呢也是非常的平静 刚刚看到有几个老年人在这里呢 玩那个kayak 就是那个皮滑体充气的那种 看到湖滨上呢 还有一些鸭子在这边游泳 阿亿亿亿克名称 源自纳瓦特尔语 意思是水溢出的地方 一个色彩缤纷 风景如画 充满和平与安宁的小镇 成立于16世纪 因为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匆忙 所以没有走完这条湖滨大道 这次我坚持要把它好好走一下 这条湖滨大道木板路 无疑是这座小镇的标志性符号 一路上有不同的区域 包括儿童乐园 运动区域 野餐长凳区 和户外健身器材 篮球场 还有一些雕塑区 每天下午沿着木板路 也可以看到欣赏金色的日落 晚上也有好多市民 在这里锻炼 跑步 骑车 溜狗等 虽然 卡帕拉湖的干净度 不适合游泳 但是这湖景是很不错的 在湖滨大道漫步 吹着微风 一路上都是棕榈树 湖边的山景 尽收眼底 沿着湖滨大道 一路上散步过来 这一路上的风光确实是不错 很安详的感觉 也发现身边很多经过的人 大多数是欧美的年纪大的人 大多数我感觉有70% 都是老年人从身边经过 有在溜狗的 有骑单车的 就是散步的 年轻人相对比较少 当地的人也相对比较少 我们现在就一路走到了 湖滨大道的尽头 这边应该是属于 阿依依这个小镇的尽头吧 身边后面看到呢 有几艘船在那边 可能是去钓鱼的人 用的这个船吧 阿依依是梦想中的退休天堂 这里有约 一万五千个外国人 为什么他们选择这里呢 我也是非常的好奇 自己来体验了两次后 我的总结是 因为这里气候舒适 安全 宁静 这里没有多少游客 小镇保持着 它的原汁原味的建筑 壁画 鹅软石铺路的街巷 街头的画廊 工艺品店 咖啡馆等 又给了它几分小资情怀 这里一到晚上 就变得非常的安静 适合年纪大的人的作息时间 这里也有很多精美的 各国美食饭店 而且价格很实在 离开了湖冰大道 走入鹅软石铺地的街巷 我们去看看街头的艺术品市场 这条街非常的短 街边随处可见壁画 非常漂亮 而且很阴凉 我们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吃了午餐 非常的美味 我点了我最爱的油煎辣椒 塞芝士 配上墨西哥米饭 没有让我失望 午餐后我们在广场散步 市中心广场是阿亿亿最热闹的地方 市民们在这里休闲 有很多饭店 咖啡馆 还有街头小贩们 这里可以看到很多长居的外国退休老人 在这里吃饭 喝咖啡 小聚 之后我们继续到处走走 经过一所小学的外墙时 被吸引到了 因为看到了这面头骨墙 做了一下调研 原来这是艺术家 Evron González 在2016年创作的 Emulo de las Calaveras 头骨之墙 González也是镇上许多壁画的创作者 走过一家艺术馆 我们进去逛了一下 它位于两层楼的房子里 之前应该是居民房 现在每个房间里都展示着 不同的手工艺品和画 阿依依克是非常有艺术气息的魔幻小镇 除了路边有很多的壁画和艺术品商店外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很多艺术馆和画廊等 我们又经过了阿依依克社区 继续进去逛一下 这里是外国人的文化场所 庭院非常的漂亮 有很多的树荫 还有鲤鱼池塘 这里有很多的社区文化活动 图书馆 餐厅和乐队演出 还有做粘土雕塑的学校 遇到两位外国女士 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还让我儿子体验了一下粘土 我们回去休息了一下后 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 继续出发去Ciapala 从阿依依克开车到Ciapala大约需要20分钟 这里是湖边唯一的一条公路 路边有自行车道 沿途有很多的社区 餐馆 还看到了沃尔玛超市和商业广场 也看到了一些山上的房子 非常的漂亮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Ciapala 这边的湖呢 就是以Ciapala为名的 而Ciapala这个小镇呢 就是这边Ciapala周边最大的一个小镇 这边的外国人居住的树木并不是很多 今天上午我们在阿依依克逛了一大圈 也和住在这里的一些外籍人士交流了一下 有一个美国移民过来 在这边住了有七年之久的一个老太太跟我们说 这边大多数住的人呢还是美国人居多 那我说这边加拿大人也挺多的 因为我听别人在谈话之中呢 也听到他们是来自加拿大的 然后他说加拿大的人在这边呢 是来这边过冬的时候加拿大人多 但是常居的是美国人居多 而Ciapala这个地方呢 就是外国人居住的相对要少一点 但是Ciapala呢 离阿依依克小镇呢 又是很近啊 20分钟就到了 这边呢是当地人在这边喝酒啊 吃饭啊 过周末啊还有从Guardelahala 从高速上开过来 也是直达Ciapala 然后再到阿依依克的 所以这边呢也是非常不错 我们上午在阿依依克小镇玩了一大圈之后呢 实在是挺累的 带着小孩子旅行啊 确实是挺好精神的 所以回去呢我也睡了个午觉 醒来之后喝了杯咖啡 现在继续上路 20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到了Ciapala 还好运气好 到这里之后呢 还看到了美丽的日落 这边的日落真的很漂亮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 有很多的船只 这些船呢是可以开到这个湖对岸呢 有一个小岛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呢 坐过这个船是500比锁 三个人 包括来回的这个路费了 那边的小岛上面呢 基本上就是餐厅 喝酒啊 吃饭啊 也没什么很多的娱乐项目 但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项娱乐项目 如果你来Ciapala玩的话呢 不要错过坐这个游船 我们现在呢就到Ciapala的中心去逛一下 看看今天晚上是星期五 这边星期五晚上的这个感觉怎么样 会不会有很多人在这边开始这个热身派对啊 这边星期五晚上的这个游船 湖边的乐队演唱声此起彼伏 这是墨西哥的传统音乐 Mariachi和Banda 人们一边点歌 一边喝着啤酒 还不时随着音乐扭动起来 我们沿着湖岸漫步 星期五的晚上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热闹 我想应该是到了周六和周日的下午 会非常的热闹 在湖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这里有卖很多的艺术品工艺品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许多皮革制品 因为哈利斯扣州是以皮革制品闻名的 在这里大家可以找到合理的价格的鞋子 皮带 钱包等 当然还有其他的纪念品 小吃等 我都会找到对面了 超级的城市 大家可以找到这样的鞋子 如果你们在这边就要找到 我们在这边就要找到 我们能够了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还有机会再来感受 卡帕拉湖的宁静和魅力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邀请您看我更多的 在墨西哥生活的视频 我们下周见吧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开车从阿亿亿过来 大约二十分钟开车行程的一个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 I'm going to stop talking again OK Ware 那就是walk talk a little bit I need to go It's in the back water Wave 我 你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